高考第二天 上午刚考完李宗 当晚这个被铁链拴在椅子上的眼镜男 就被逼着在教室做化学试卷 可怜眼镜男已经毕业二十多年 化学知识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要他现在做试卷 简直是太为难了 但眼前的男人才不管他 只要他做得不对 就会在试卷上画上大大的红叉 随后再对他进行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 眼镜男被拴在椅子上痛苦过了 次日凌晨 一个大爷为了给儿子凑大学学费 拎着布袋去一个废弃学校警棚子 他走到四楼 发现一间教室外有本书 与此同时还注意到 教室里好像有个黑影 他扭头推门去看 没想到下面却被吓得拔腿就好了 原来教室里的椅子上 竟用铁链拴了一个无声无息的男人 很快警方接到报案赶过来 经过现场勘察得知 死者名叫陈明42岁 是开利集团的股东 警员在地上发现了一张草稿纸和试卷 此外还发现陈明嘴角有白目 像是中毒死亡 他钱包里的卡和钱都在 看起来也不像是劫财杀人 不过警方观察了他的死状 发现他额头上被写了三个数字323 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场没有其他的线索 警方便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而很快法医这边的报告就出来了 他的死亡时间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 尸体背部有被电击棒灼伤的痕迹 手臂上还有很多注射针孔 法医判断 凶手应该是先用电击棒将死者垫晕 随后又将不明液体注射进死者体内 造成他中毒死亡 不过现场并没有发现这种毒物的样子 因此只能等之后的毒力实验 才能知道凶手到底用了什么药物 根据目前的线索 警员卸穿感觉 凶手杀害死者陈明的方式 看起来很注重形势 并不注重结果 所以他认为 这很可能是一起仇杀 而杀人动机 应该与陈明额头上的数字323有关 那么下一步的重点 就是排查陈明的社会关系 谢川随后便带着女警去了陈明家中 一进门便发现 陈明的妻子吴湘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看起来像是要离开 吴湘有些无奈 称自己并不是要出差 只是不敢在家里住 说着便去拉上了窗帘 随着光线变得昏暗 谢川两人惊奇地发现 客厅的墙上竟然写满了化学答案 最上面是陈明的名字以及数字323 据吴湘称 这是前天晚上他和陈明一起发现的 那天晚上陈明很晚才回来 刚回来就说要出门 他很生气就和陈明吵了两句 两人推嗓间不小心把灯关了 接着就发现了这些字 对于323这个数字 吴湘也很陌生 他和陈明没有任何纪念日以及密码 与这三个数字有关 而且家里的门窗也没有被撬过 谢川听后有些奇怪 随后便去了监控室 里面有一老一少两个保安 据了解前天晚上就是老保安置办的 但那天他并没有见到可疑的人进来 谢川也查了近三天的监控 确实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不过那天晚上 陈明从家里出来进入电梯后 不知为何一直看着电梯墙面发冷 表情还有些惊恐 谢川当即就去查看了那个电梯 却发现电梯墙面的广告位 竟也标了323这个数字 看来陈明的死绝对与这个数字有关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警方随后又去了陈明的单位了解情况 经过询问得知 陈明在公司并没有与谁有过矛盾 人员还是不错的 不过前天下午 他倒是在办公室发了一次火 好像是收到了一个恶作剧包裹 难不成陈明的死 与这个包裹有关 此时谢川正在陈明家门口 监视吴湘的行踪 他觉得吴湘有些嫌疑 之前去找吴湘了解情况时 他询问陈明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吴湘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慌张 谢川觉得他应该有什么事在瞒着警方 因此决定跟踪他 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正说着 吴湘就从小区出来了 他急匆匆地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 谢川赶紧跟上 很快吴湘就到了一间咖啡馆 等了一会就见一个男人过来了 两人直接抱在了一起 谢川一看 这男人不是陈明的助手正一吗 他俩怎么会有一腿呢 警方当即将他们带回了警局 询问吴湘才知道 原来在吴湘和陈明结婚前 他和正一就是情侣 但两人最后并没有在一起 而是各自成家了 后来陈明工作繁忙嫌少回家 他觉得寂寞就又和正一勾搭在一起了 两人平时都是在陈明出差时才约会的 陈明也一直没有发现 年初时他其实和陈明提过离婚 但陈明坚决不同意 无奈他只能放弃 听到这里女警怀疑 难不成是吴湘想和正一在一起 所以才下手将陈明杀害了 吴湘听到这话很激动 他称自己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杀人了 而且正一其实也不想跟他认真在一起 所以他犯不着为了正一去杀害自己的丈夫 警方随后询问了正一 他的说法倒是与吴湘一致 所以这么看来 这两人嫌疑应该不大 就在这时法医这边进一步的试检报告出来了 解剖陈明的尸体发现 陈明是死于急性中毒 这个药物是一点一点打进陈明身体的 所以他生前应该遭受了长时间的心理折磨 可这种药物却并不与信息库中的任何药物吻合 因此目前还是不知道 凶手到底是用了什么药物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警员这边对案发现场找到的试卷 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这份试卷竟是25年前的高考化学试卷 陈明就是当年参加高考的 成绩是685分 还是当年全省的化学单科状元 可看着陈明这次做的试卷 也错得太多了吧 哪有一点化学状元的影子啊 谢川不认同 陈明做题时精神是高度紧张的 做错肯定难免了 说的也没错 不过凶手为什么让陈明做当年的试卷呢 当天下午 谢川带妹妹来海边散心 刚到考完 谢川本想带着妹妹去外面玩几天 但正好出了命烂 她也抽不出身 妹妹很理解她 两人聊着聊着 妹妹说起了她一个同学的哥哥 考试之前 为了能超长发挥 买了什么补脑药 结果考试那天上吐下去 只考了333分 谢川听到这话瞬间怀疑 陈明额头的323难道就是高考分数吗 她立刻回了警局 警员赶紧查了当年本市的高考成绩 发现考了323分的人有100多个 但其中有一个人 竟和陈明的名字一样 这难道是巧合吗 为了了解更多 谢川随后去了这个陈明的家里 家中只有她的老母亲 询问后得知 儿子陈明早就不见了 她已经当这个儿子死了 20多年前陈明参加高考 没想到却发挥失常 成绩只能上个大专 家里也没钱让她复读 所以就让陈明去上学了 但没想到上了没多久 陈明就辍学了 从那以后就音讯全无了 得到这些消息后 谢川有了一个猜测 刚才在陈明家中 发现墙上到处都是她的奖状 这样一个从小到大考试 都非常稳定的人 怎么会在高考发挥失常 并且还和平时成绩差那么多呢 因此她怀疑 陈明的高考成绩有问题 就在这时 谢川突然接到警员的电话 她去陈明的高中调查了 据陈明的老师说 陈明高中的成绩 从没有调出过前十 一直都非常稳定 而去年陈明还给她打过电话 说对不起她 还说自己的一切都被别人偷走了 她要去拿回自己的人生 谢川听到这话有些震惊 难不成陈明的高考成绩 真的被人调爆了 回到警局后 警方便对这个陈明进行了调查 发现她的最近一份工作 就是在死者小区当保安 谢川立刻去问了 上次查监控见到的老保安 了解后得知 原来当时给他们调取监控的年轻保安 就是警方调查的陈明 老保安称 陈明身体不太好 前几天辞职了 现在去了哪里他也不知道 谢川怀疑陈明就是杀害死者的凶手 于是询问死者失踪那晚 到底是谁值得办 老保安见瞒不过 只能说了实话 称那晚其实应该是他值班的 但他中途手痒 就想去附近的一个麻将馆玩两把 于是叫陈明顶替自己执意会班 谁知道那晚他手气特别好 一直玩到天亮才回来 这么说来 那晚值班的就是陈明了 那他就有了很大的嫌疑 警方准备对陈明进行抓捕 但现在他会在哪里呢 警员想到 陈明一直非常介意自己的高考成绩被偷 现在他已经杀害了偷自己成绩的罪魁祸首 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没有遗憾了 那他现在最有可能去的 就是他曾经的梦想学校南星大学 谢川立刻带人去了南星大学化学系的课堂 果然在最后排看到了陈明 但目前学生们都在上课 警方不想引起骚动 便决定下课后再逮捕陈明 谢川想近距离接触一下陈明 便独自进去坐在了陈明旁边 看到他陈明并没有任何慌张 不过却突然咳嗽了起来 谢川赶紧将水杯递给他 没想到陈明却直接咳出了血 水瞬间被染红了 谢川惊讶地看着陈明 随后才知道陈明竟然已经肺癌晚期了 正巧这是下课了 警方便将陈明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里陈明交代了一切 称他之所以决定复仇 是前段时间有个男人找到他 说就是公司的陈总 当年偷了他的成绩 亲眼看到仇人在自己面前过得那么好 他怎能不去复仇 于是便策划了这一切 警方听后有些奇怪 怎么会有别人知道 陈明被偷了成绩呢 警方随后从陈明这里 得到了那个男人的信息 原来这人也是死者公司的 他名叫陆华和死者是竞争关系 据他称自己之所以知道这些事 是之前去夜总会 找到死者经常点的女招待 拿了些钱从女招待口中得知的 那是死者有一次喝醉后不小心说漏嘴的 他想以这件事来扳倒死者 这话一出 也就坐实了他幕后黑手的身份 只是帮助别人杀害他人 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事情到了这里已经真相大白 被偷了成绩的陈明真是可怜 他本该有光明的人生 可却被死者用卑鄙手段偷走了 但他最不应该的 其实是在得知成绩后自暴自弃 他本身就是有能力的人 如果当时不放弃 现在未必比死者差 成绩不是一切 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 在这里祝愿所有高考学子 能有理想的成绩 要记住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人生只要不断奋斗 就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功